向游心生,静随心转,命游心早,福自我照,面向是什么样游内心的想法,心态决定,向游心生,经过碎裂沉淀,一个人脸上呈现出来的正直或是龌龊,善良或是奸诈,大都可以让人窥见他的内心。 一个公于心计的人,和一个单纯简单的人,他们的脸绝对是不一样的,一个经历坎坷的人,和一个一番刚硕的人,他们的脸也不会一样,一个人福报的多少,往往是绝于你的相貌,一,心者貌之根,沉心而善恶自现,心地是相貌的根本,审查一个人的心地,就可以了解他的善恶之性,向游心生,宠恶甲,真善美, 丑人多作怪,面相看着就怪他,变态,猥琐的样子,人品好的人,自带浮相,是后天教化修身养性的结果。 比如一个小偷流氓,外表会给人猥琐的感觉,而一个内心善良方人助人的人,外表总给人阳光温暖的感觉。 二行者心之表,关心而祸福可知,行为是心性的外在表现,观察一个人的行为,就可以知道他的祸福吉凶,人行善,走善路,善人会清净,恶人无怨恨,肯定会得到幸福。 人作恶,走恶路,善人远避,恶人情净,最后只能自食其果,善恶是因,祸福是果,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善恶之心念而来,不可不慎,祸福无门,为人自招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。 人的祸福都是自己的行为招感来的,都是自作自受,愿天由人是没有用的,人有天命,天命是与生俱来的福德,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,能享受多少,是有定数的,没有大事大乐很难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